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律规定解释这部分 然后把申请人的背景 资质和法律规定的要求来联系起来 证明申请人符合这一种申请的要求 律师来完成这个方案 类似医生提出治疗方案 不能申请人说我在百度上查了说 我这个病要怎么怎么治 所以我们是专业人员提供技术的解决方案 当然申请人可以提出你具体的建议要求像这些 下面强调申请人需要对申请的内容负责 对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在准备和提交申请材料的时候 自己的申请相应的要自己上期 下面我们再详细讲一下法律 法律条文不可能面面俱到 不可能写到说A博士B博士 他的申请在某一个专业达到什么要求 就能够批准 有的人可能有一些了解 法律体系里面判例很重要 OK这个事有相当的重要性 但是另外美国也有自己的法典 由国会通过的成文法 具体的移民法规定了整个的框架 美国政府根据国会通过的法律 还有相应的制定的可以叫法规 CFR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比如关于移民的 在法规的第八卷第204条 那么比如说对于EB1A 法律比较简单 这个法规就具体讲 要符合EB1A 要有十项条件 都是什么样的要求 对于NIW 比如说法规里面讲到 学位怎么来认定 什么样的叫Advanced Degree 硕士以上的学位 或者本科加五年 然后在本领域要有突出的成就 到了其中若干条 代表在本领域的突出成就 那么这个法规比法律要详细一些 但是还是不够详细 什么样的更详细呢 来自移民局的备忘录 对法规的具体解释 AAO的判例 Administrative Appeals Office 上诉办公室 那么这个不算司法系统 还是行政系统 但是在行政系统里面 还有进一步的来审核移民局此前做出的 尤其是拒绝的申请 那么大部分AAO判例不作为先例 但是另外有个别的 是专门讲到是可以作为先例的 另外除了AAO 还有别的BIA等等 其他的上诉渠道 除此以外 国务院的文件也提供了 法规和政策方面的指导 总结就是说 申请人可以提供事实方面的材料 律师相应的来分析 这个申请人的材料 适用于哪些法律规定 怎样适用法律规定 怎样就算是符合了法律的要求 对于其他申请 O1 H1B PERM S85 转换签证身份 回复移民局的要求 或者说身份有问题 能否取得豁免 所有这些呢 都可以由申请人提供事实 然后提出说 我想达到什么样的要求 律师呢 根据法律规定 来做出建议判断 说你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 大概有多大的希望 然后呢 我们怎么样来为你达到这个要求 尽力根据法律的规定 来把你的背景 这个事实和法律规定来match 总体来说呢 那么申请嘛 就是要基于理性的诉求 而不是感性的 1996年 第一次申请过的签证 当时呢 有一位申请人 没有得到签证 他就在这个窗口大哭大闹 但是这样呢 对于申请并没有帮助 签证官是否提供这个签证 具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为什么给有的人有签证 有的人不给 那国务院也要有自己的解释 说美国呢 对于来美国访问的人 入境以后呢 并没有严格的监控 所以相应的呢 那么在此前 是否发放签证 就会有较严的要求 这个呢 唐诗修实眼自哭 收辱泪纵横 眼哭及见骨 天地中无情 另一方面 比如像自然规律 不可能说改变 月球绕地球转的 那有的呢 那法律的规定 你可以相应的来具体分析 有人讲呢 说法律不外乎人情 原则上是对的 但是具体的呢 那你还需要来 根据这个游戏规则 来相应的达到你的要求 那有的人说呢 如果根据这个法律 我的申请达到了 那么这个就是公正的客观的 如果没有达到 那就不是 一样呢 我们还是要讲到 需要符合这个游戏规则 来达到你的目的 经常有的申请人说啊 我要找到我的突出的地方 找到亮点 那什么样叫突出的地方 什么样叫亮点呢 不一定都是你认为是的地方 就符合要求 我们要相应的看 法律是怎样规定的 这个法规移民局的判例 备忘录等等 是怎样写的 相应的呢 要有这样一套程序 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在绿卡申请过程中 我们能够为申请人做 哪些工作 是吧 申请人呢 提出说 我想要达到什么要求 律师来完成方案 解决这个路径 然后申请人要为内容来负责 能推卸申请 需要是认真的 那么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详细的叫 西卫明律师事务所 绿卡和签证服务内容介绍 可以来信索取 那么我们此前呢 给大家解决的 就是说 申请过程中 申请人本人和律师 分别有哪些不同的职责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欢迎联系我们 谢谢